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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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就是一系列欢喜冤家的戏码 路易惊吓互相对视了一眼 神情没有任何改变 都不吱声 两人表现得太真实 毫无一点眼的痕迹 导演灵机一动 提着一个小喇叭道 宣传照用以后的剧照 现在 各就各位 准备开拍 第一场戏当然属于男女主角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 苏木不但没有得到队长的滞位 还被挑到了后勤处 苏木不服 怒闯实验办公室 十三火 你凭什么把我挑到后勤处 十三火三字比起苏木怒闯实验的办公室 更让实验来气 凶神恶煞地望着苏木 三个火字组成的字 毒焰 连字都不认识 留在刑警队友何用 刑警靠的是格斗力和枪法 不是靠文化 好 那你说说 你刚进刑警的那一年 因为你的没有文化 错念了犯人的名字 差一点就抓错了人 这你怎么解释 就因为那一次的失误 实验者新官就拿苏木开刀 杀鸡警侯 以稳定自己的队长之位 苏木无法辩论 只能默认自己倒霉 他极恶如仇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实验 对 我就是没文化 十三火 你等着瞧 后勤处也有出色的刑警 四目相瞪 恨不得把对方的肉割下来 仰人把对彼此的不满表达到淋漓致尽 卡 导演一声响 一调过 导演很久没拍过这么爽的了 完美 情不自禁地夸金下道 小夏 你演技真是出乎我的预料 比预期的好太多了 金下对导演笑了笑 随即望向路易 意味深长道 这多亏了陆老师的针针教导 路易听出了满满的讽刺意味 金下这么说也没错 若不是路易时不时找他麻烦 他在剧里怎会有如此出色的表演 现实中金下不敢这么对路易叫嚣 剧里他还不得好好珍惜 他的心思路易怎么不知 顾道 我提高了你的演技 你该如何谢谢我 给根杆还顺着爬 金下想跟他挤眼了 现在不是演戏 金下忍了 改天一定请路老师吃饭 那你记好了 千万别忘了 一定 一定 随后 金下在心里补伤一句道 一定会忘的 这一场戏下来 金下心里被爽 面对路易 他都觉得自己提高了一个档次 在路易面前曾经畏畏缩缩 陪笑脸的他 如今的金下 完全变了样 只要不是在人前 面对面时 金下招呼都不打一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